众所周知,娱乐圈盛产渣男,出轨劈腿撕生活不检点这些事已经说烂了,可是谁能想到,娱乐圈还是有那么一股清流,他们情史干净几乎零绯闻,真正做到了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。 这里是侠谈与子酱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些情史干净的男星吧。 每当那羽有男明星因为感情问题而塌房,陆寒就被拉出来说道说道,因为他当年实在是太勇了。 2017年的一个下午,陆寒轻描淡写的发了一篇微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管晓彤。 一瞬间微博服务器崩了,朋友圈炸了,粉丝们跑路了,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,陆寒掉粉二十分。 17万,管晓彤更是被陆寒的粉丝喷成了筛子,甚至还有网友专门开了一个超话,陆寒跟管晓彤今天分手了吗? 可没想到,判分手的打卡微博早就被两人熬死了,这对不被看好的情侣竟然最稳定持久,许多网友也纷纷掉转车头,客气了一路同行。 和很多大手笔的明星不同,两人的恋爱日常低调又甜蜜,他们很少同框,但会穿情侣装,戴同款帽子,互相探班,生日准点发博。 在某节目中,陆寒和工作人员在线选品采购,当工作人员说这套衣服是情侣装时,陆寒立马就来了精神,直言道我能不能买两套? 管晓彤这边也是一样,自从成为王牌对王牌的常驻嘉宾后,陆寒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节目中,每一次提到陆寒,管晓彤都笑开了花,别人问管晓彤的理想形实,管晓彤掩不住的笑意说,都摆在那了,一个顶流爱豆,一个国民闺女,这对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。 事业上升期,公布练起来还有任嘉伦,跟一路顺风顺水的偶像相比,任嘉伦更像是中二少年的逆袭,他自小学习乒乓球,九岁就加入了省乒乓球队,和张继科还做过同门,后来因为腰伤不得不转行,之后一心想做爱豆的他参加了不少选秀,还辞掉工作去韩国务工了三年,可惜一直没能出道。 回国后,他又在剧组跑了两年龙套,2017年他接到了大唐荣耀,有多少人被剧中又酥又深情的宠妻狂魔广平王李处击中心脏,一时间遍地都是广平王妃,任嘉伦终于火了,他的微博粉丝一下从两万暴涨到百万,就在这个稍微弩把力就能躋身一线小声的关键时刻,任嘉伦发文公开了与女友五年的恋情,一时间广平王妃们哭得死去活来,连他最大的粉丝债, 也因此发肠文脱粉。面对这些指责,任嘉伦只是平淡地回应了一句,不想刻意隐瞒。2018年,任嘉伦又发文宣布生子, 英年早婚的国超,一新拍戏,不利人设,不吵绯闻,随时随地地都带着婚戒,谁听了不得说一句,国超值得。 简短时间,董子健和孙姨离婚,闹得沸沸扬扬,吃瓜网友都在感叹事事无常的同时,火速Q唐一新和张若云,你们要好好的。 这对娱乐圈的神仙眷侣实在是太好客了,2010年一个雨天的夜晚,张若云和唐婷撞上了,谁也没想到,这一撞直接把两个人撞成了情侣。 两个人在一起后,唐婷改名唐一新,就为了和张若云有个情侣名,他们还在各自脚踝闻上了爱的宣言。 两人还没官宣时,张若云会在备忘录记录关于唐一新的所有事情,从饮食习惯到脾气性格,这就是柠檬精口中的备忘录女孩吗? 唐一新喜欢吃樱桃,她就在家里种了一棵樱桃树。 两人相遇是在一个矢子路口,她就把交通信号灯扳回了家。 唐一新受委屈,张若云直接怒骂你吃撑了,宠妻狂魔就是刚。 唐一新怀孕后,张若云推掉了很多工作,在家专心照顾老婆,微博画风也从文艺小王子变成了一栋的大厨。 炖鱼,东北菜,牛排,披萨,烤鸡,酸这个词,粉丝已经说麻了。 被董子健孙姨事件带出来的还有罗靖唐嫣夫妇,前一秒还是孙姨董子健娱乐圈金童玉女,后一秒就唐嫣罗靖是最后底线了。 毕竟这对夫妻只要一同框,总能产出高天堂。 罗靖会拿一块唐嫣喜欢的糖悄悄塞给她,每次接受采访时,罗靖都会在唐嫣说完之后补充一句唐嫣说的对。 唐嫣生育之后,罗靖一个人负担起了女儿的吃和拉撒,能把当年风风火火的唐嫣变成现在佛系的小娇妻。 罗靖可真有你的。 最近,朱雅文的新剧《简言的夏冬》正在热播,系里她是一个外冷内热的商业调查师,而戏外她可是个实打实的年老婆狂魔。 作为书圈行走的荷尔蒙,朱雅文专注硬汉30年,可谁能想到,她竟一遇老婆变软眠。 2009年,朱雅文在拍摄《爱在苍茫大地》时遇见了沈嘉妮,相恋四年后,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结婚那天,朱雅文在婚礼上说,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就是与沈嘉妮结婚。 婚后,朱雅文简直就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炫奇狂魔,老婆的素颜要秀一秀,想老婆了要秀一秀,特殊的纪念日夜要秀一秀,总之隔一段时间就要开仓放狗粮。 在外工作时,朱雅文也给足了沈嘉妮安全感,在一期快乐大本营的互动环节,何种让朱雅文用公主抱抱起无心,而朱雅文表示不能抱,因为自己已经结婚了,真心一代难得典范。 娱乐圈还有一对夫妇,年年被传离婚,却年年都没离成,这一对就是陈晓和陈燕熙,两人相识于神雕侠侣,从剧照放出来的那一刻起,陈燕熙就被朝包子脸嘟嘟唇, 甚至还有网友说是他毁了陈晓的星图。 2015年,卓尾拍到陈晓和陈燕熙同屋获叶,瞬间引发了舆论风暴,所有人都以为两人会澄清,谁知陈晓却一犯常态直接承认了恋情。 完宣之后,两人经常被拍到私底下拥吻,食指紧扣出现在机场,丝毫都不会避讳。 2016年,两人举办婚礼,贡献了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投杀吻,同年儿子小行星出生,大名陈牧尘,谐音陈牧尘,寓意双臣互相爱慕。 上个月的微博之夜,可谓众星云集,万万没想到,在一众男星里杀出一条血路的人竟然是魏晨。 黑色威领西装若隐若现的胸肌,这一触激发的性张力,是谁的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出来? 与他严格的身材管理相对应的,还有他的私生活管理。 众所周知,魏晨恋爱相当低调,除了几次官宣,鲜少在公开场合提及自己的感情生活,就连结婚,都是因为他朋友发漏祝福微博。 网友们才知晓得,2015年,一顿魏晨和丁伟一起做饭的视频曝光,彼时的魏晨正处于事业上争气,他没有逃避,也没有否认大大方方承认了恋情。 两人相恋14年,从校服到婚纱,终于在2021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魏晨的粉丝都送出了真心的祝福,我们的未婚夫终于成了别人家的。 2018年,吴尊第一次晒出了太太林丽莹的正面照,说起吴尊的前半生,有六成的时间都跟林丽莹在一起。 16岁时,吴尊对林丽莹一见钟情,自此两人坠入爱河,进入演艺圈后,因为林丽莹不知如何面对演艺圈和粉丝的言语,就希望隐藏恋人的身份。 后来两人秘密结婚,还有了一儿一女,2020年两人参加婚前21天时,吴尊还专门给妻子策划一场完美盛大的婚礼,献煞旁人。 跟吴尊一样,演艺宽的感情生活也非常简单,她只谈过一个女朋友,就是现在的老婆杜若曦。 两人相识于机场,因为演艺宽的好心帮忙,两人渐渐有了交集。 两人恋爱后,演艺宽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杜若曦的爱,在参加非常近距离时,她说杜若曦给了她一个机会成生了。 演艺宽的微博也成了她和杜若曦的恩爱日记,杜若曦怀孕以后,她更是变本加厉的宠爱妥妥的24孝好老公。 说完了娱乐圈的已婚男人,再来说说娱乐圈的未婚男人。 首先是白宇,作为一个并不太高产,但每次出现都能给人带来惊喜的90后演员。 白宇是少见的剧抛脸,除了演技有目共睹之外,她口谓是低调至极,几乎不参加任何的综艺节目。 而且还有一个疑似谈了七八年的女朋友刘萌萌,虽然没有公开,但在粉丝心中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。 肖战也是娱乐圈少有的零绯闻男星,不仅无绯闻也没有女朋友,别人独家爆料是绯闻,肖战独家爆料是干饭。 足以见肖战有多清新挂欲了,跟肖战一样,罗云熙也是踏踏实实拍戏的事业型选手。 虽然她因为宣传的原因跟不少女演员吵过CP,比如吴倩谈松韵白露,但每次宣传结束之后,这位哥又老老实实回去搞事业了。 最后就是白静婷了,众所周知,在白静婷的世界里只有鞋,没有爱情,作为一名爱鞋如命的鞋扣,恋爱只会阻挡她付钱的速度,女朋友和鞋哪个重要,当然是鞋啦。 如此看来,在物欲横流的娱乐圈,还是有那么一部分男星会洁身自号的,这种低调工作,高调结婚又无绯闻的男星,才是真正值得追的偶像。 虾米浆们,你们还知道有哪些情史干净的明星吗?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,关注点赞我,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